我们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就叫加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143页157经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元经社 这个时候世尊跟比丘说 有五寿音 就五韵 哪五种呢 寿 寿 想 行 寿 有这五寿音 寿寿音 寿寿音 享 寿音 行 寿音 寿寿音 若诸沙门 婆罗门 当时的印度 主要有两种宗教 两大类的宗教 一类叫做婆罗门 这个是原来的 本土的 沙门也是本土的 只是说它是原来的 那么沙门是后来的新兴宗教 那沙门 婆罗门是当时的两大类 那沙门里面主要有七大类 佛教之外还有六类 这有六种 所以叫做六师外道 那婆罗门是原来印度的文化里面 最主要的 所以有这两类 所以他说 若诸沙门 婆罗门 基本上就包含 当时的一切的看法 他说 见由我者 就是说 一般说的我 因为佛法最主要在讲无我 那无我是针对有我说的 那这个我 佛头就解释 所谓的我就是五韵 那么不管你是沙门还是婆罗门 是哪一种沙门 那么都是 都是在五韵身心中 那么只取由我 好 所以他就说 若诸沙门 婆罗门见由我者 一切皆于此五寿云见我 就只取由我 那么诸沙门 婆罗门 他现在这里就讲到 主要就是三种 一般我们说的 急运我 离运我 跟相债 相债我 或者叫相属 那这里说的 把这个相债 就分开说了 说 舍是我 舍意我 我在舍 舍在我 就这四种 这四种见 那么就是舍是我见 舍意我见 我在舍见 舍在我见 就是见 我们要知道 尤其是像杂阿喊 他通常那个语词 那个动词 有时候都放在最后面 那么 所以比如说 舍是我见 最后面的这个见 那么 其实就是 见舍是我 杂阿喊常常有这种翻译 翻译的这种习惯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把它倒过来 他基本上就是 我见 他不外乎就是 这里写的是四种 那一般都是写三种 舍 是我 那么就是见 见我 那这个我是五蕴 我就是五蕴 舍受想行事 所以 舍受 这里是五蕴送 如果六路处送 他就沿着彼则生意 这个我就变成彼则生意 舍受想 行 是 那么舍是我 那么舍不是我 他这里的 我们来看他这里的文 舍意我 舍意我 那先以舍为代表 先以舍 都先讲舍 然后后面就等同 舍意我 是我 意我 那有时候直接讲 是我 意我 是我 意我 好 那另外有的所谓的 舍 我在舍 舍在我 我在舍 舍在我 好 那这个我 这个我 这个我 因为这个 我们如果这样会乱掉 就是说 这个我基本上是指 我见 就有一个我 那一般 只舍受想 已经是五应为我 我们认为的我是五应为我 那但是这个我在舍的我 它基本上就是指 灵魂 那么 就是类似像 灵魂这种概念 好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相债 那有时候会讲 有时候会讲这个 是我 意我 相债 那有时候讲相属 好 有时候翻相属 好 那 基本上就这三种 那这里的 这里的我就不是指五应 因为它就已经舍了 这里的我是指 指这个灵魂 类似像这样的 维心啊 灵魂啊 这一种 这一种概念 好 那像它这里讲 这是说 色是我 见 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它这里讲 色我见 色是我见 那它通常会把动词 因为语法不一样 它通常会把动词放在后面 那有时候我会放在前面 那如果它写色是我见 那其实就是见色是我 那有这样的 或是说 有这样的见 有这样的这个直取 那 那 见色是我 我们习惯这样练 那么 或是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 色是我见 色意我见 有这样的直取 好 那它这里讲 它说 一切 皆以此五受音 既有我 那 那么 色 是我 义我 我在色 那么 色在我 所以它最前面是 见色是我 那么 或是 这个 色义我 我在色 色在我见 那 前面把剑 放在前面 后面又把剑放在后面 那其实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或者 它会这样讲 像 像 中阿涵 它就会这样讲 神中有色 因为这样会按这个 色是我 这个我 这个我 主要是指灵魂 灵魂的概念 那么 像 中阿涵 它就不翻这个我 它就翻神 它就这么翻 中阿涵的法乐 比丘尼经 它就翻 这个色是神 色是神 因为 因为这个我见 那么 它 基本上 基本上 会跟 这个 因为我就是色色讲情事 所以色是我 那么 又会跟 那个 所谓的 那个 那个 直取有我的 这个 又会混在一起 所以我常常会翻 色是神 那么 神 神有色 它就这么翻 神有色 这个色就是色受想行事 那一样 色底下就是五蕴 我们只要看到色 它就是五蕴 就是五蕴 那只是一个一个讲而已 色是神 神有色 神中有色 色中有神 有时候就翻得不太一样 好 那后面 一样 就是 这个受想行事 是我 异我 我在事 事在我 你看 那么 因为它这里 如果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翻译 我看这里有没有一样 我看这里一下 见色是我 色意我 我在 因为它这里也是这样 它这里也是色在我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课本 跟我这个一样的 那如果 如果我们要照这个经文来讲 我们可以这样断句 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你看 见色是我 有没有 见色意我 我在色 色在我 到这里就好 那个句点 句点在色在我就好 然后面 见受想行事是我 如果照 如果照经文的这个 经文的意思来看 因为它 如果照它这个断句来看 那么它变成是 前面用 见色是我 然后中间省略 然后后面又色在我 那应该 应该照理来讲 应该是 见色是我 见色意我 见我在色 见色在我 然后后面那个 见 应该是 见受 也是这样 见想 也是这样 见血 所以 如果照经文的意思来看 那你把那个断句 断在 我看这里的断句 也是一样 那这一本 这一本也是一样 应该要把那个 看起来应该要把 就是第二行 那个见色是我 见色意我 我在色 色在我 在这里 那那个见要移到第一行去 见受 想行事 是我 意我 是我 那么我在事 事在我 应该要这样比较 看起来比较合理 看起来比较合理 而且照这个经文来看 应该是这样 所以那个断句 应该是 色在我就句号了 然后后面见受 因为见色嘛 所以见受 见想 见行 见识 那 就是 比较合理一点点 好 那我们再讲底下看 那么 于吃无人凡夫 以无名故 见色是我 亦我相债 你看他就 相债就是后面说的 我在色 色在我 那 言我 真实不舍 真实就是 以为有我 而且一直有这种观念 他没有放弃 那 所以叫做不舍 就是他一直是这么认为 白话讲就是这样 他认为 他认为 这个色 受想行事 是我 而且一直这么认为 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不对 所以他就不舍 就是 他没有 他没有 放弃这种观念 他一直以为是这样 我们叫做直取 以不舍顾 因为直取 我是真实 那么 有这个真实的我 所以诸根真掌 所以 这个 这个 吴应生 他不断 不断 的成熟 诸根掌以 真之处 那么就开始 这个处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反应 有很多心理反应 心所 心心所 处其实就是所谓的心心所 那么 心所下面 心心所下面 处受想失 那处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面对境界的时候 有受想失 那之后 之后就有爱取 爱取 然后之后就有 爱取有 然后就生劳 病死又被劳苦 就这样 所以六处入处 所处故 因为有六处入处 那基本上就是 眼处 耳处 眼处所生 受 耳处所生受 就这样 那么 所以开始就有 苦乐 这个苦绝 乐绝 其实就是苦受乐受 一般般苦受乐受 那么就觉知 开始觉知 有苦 有乐 那通常 主要就是讲苦跟乐 那大部分 有时候会讲苦乐 不苦不乐 或苦乐舍 那 到部派 又多增加两个 叫做苦乐喜忧舍 就基本上是这样 好 就苦乐喜忧 又多加了喜跟忧 所以有时候 讲苦乐 有时候讲苦乐 不苦不乐 或是苦乐舍 那 或是 讲多了 到论诗的时候 就苦乐喜忧舍 好 就是 有关于我们 觉受的这一部分 感受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 受是 情绪作用 情感作用 受就是 情感作用 想 是 认知 认识 作用 那诗就是 行心所最主要的 诗心所 它是 抑制作用 抉择 审慮 一个作用 好 那么 从处入处起 就是 从这个处入处 生 生 那 基本上就是 这个诸根增长 那么就是 从我们感官年 不断不断 那 重点是 你有所谓的 我爱 我所爱 我见 我所见 重点是在这里 那因为有我见 就一定有我爱 因为有我爱 就有我所爱 因为有我爱 我所爱 就会增长 增长 未来的 就是 会让这个感官 我看见什么 我听见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感受什么 那么 就一直不断的 这样的循环 那你就会 让那个 无始以来的 那个我见 我爱 又不断不断直取 然后又增长 未来的 我见 我爱 未来的 这个根深 夜报深 所以 待未来的时候 那个就不要 那个叫做 与生俱来 你过去生 就一直累积来 没有放弃过的 好 那么 哪里有六 何等为六 眼处露处 耳鼻舌身意处露处 如是比丘 有意界 法界 无明界 那么他这里说到 这个有意界 法界 无明界 那基本上就是 言而鼻舌身意 跟色身相位促法 那这里是讲到 所谓的十八界 来了 那有无明界 意界 法界 无明界 好 那因为 基本上是 无明相应 鱼翅无明相应 鱼翅无闻凡夫 无明处故 所以重点在这个处 就是无明相应处 其有觉 无觉 有无觉 我胜 我等 我卑 这个就是我慢 就是我胜 我等 我裂 卑裂 裂 我知 我见 都觉知这个我 那都是从无明相应的问题 那这里就是直接讲 就是 那个处是无明相应处 因为你不可能没有处 你一定有处 六根对六成一定有处 不会没有处 只是这个处是 无明相应的 还是明相应的 只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 当你跟无明相应的时候 就是你的心心手 你六根 面对六成 眼睛 看到这个设法 耳朵 听到这个声音 你开始起分别 这个叫做根层式 根层式 你就开始起分别 你可以不分别 那不分别就是 这个见而不适 听而不闻 或是你不知道 你心不在意 你没有知道 那你就不会在这个 境上起分别 你不会在这个境上起分别 那所以 你当你意识起分别 而这个意识 一定是跟无明相应的 这个意识是无明相应的 如果它是 如果它只是单纯的了别 它只是了别 意识只是了别而已 我们是这样看 它六根六成 六根 颜耳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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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对六成 色深香味出吧 好 那么 当我们眼睛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 会产生分别 像我一开始就看那个花 差得很漂亮 我就讲 这个花到底是真的假的 去给它摸看看 这个是真的 那么 基本上 它就会产生分别 就 这好漂亮 它看起来好像真的 要像假的 摸摸看 还是真的 真厉害 就开始产生分别 那么这个嗣 嗣就在这个地方 在眼睛产生作用 就叫做眼嗣 它基本上就是嗣 嗣只是了别而已 嗣它是单纯的了别而已 但是 这个了别的嗣 基本上如果跟无名相应 如果跟无名相应 在嗣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别 嗣透过眼根 嗣去就是我们的心嗣 透过眼根 透过我们的眼根 对这个境界 对这个射程 产生了别 基本上 那就开始有所谓的嗣 开始有所谓的嗣 那这边都有 都一样 就开始有所谓的嗣 我们叫做有新手 那新手主要有四个 那像 后来 韦氏就讲 五片形 就不管你遇见什么境界 同时会升起的五种新手 触作意受想失 那基本上就是触受想失 那这个其实就是五欲里面的受想形 那受想形是 这个设法 言而平则生 基本上是这样 那 所以 这里基本上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新心手 那么 他了别 问题是这个心事 这个心事 这个心事 他是跟我见我爱相应的 是跟无名相应的 先有我见 他主要 无名 只要是我见 那像这里讲的 我见 我所见 我胜 我悲 我猎 这个是我慢的部分 我慢又更比较维系的 那么 触受想失 那么这个触 跟无名相应的 就叫无名相应触 是 依无名而有的新手 依无名而有的 那你直接就会想到 我 怎么样 我怎么样 那 我的感受 我们说过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心理反应 就是我们说的情绪作用 整个的情绪 整个的情绪作用 那么 这个受 基本上就是情感的作用 就是感受 那这个相 一般我们说 是认知 或是认识 认识有时候会跟这个事 别在一起 其实他就是认识 他就是认知 认知这个相 一般他这个是取相 取相 取那个相进来 他还没有分善恶 还没有 他就是看到 花 然后第二念 然后开始了别 生起 这个花这么漂亮 这个味道这么香 然后开始 生起了别 先了别 然后开始生起 感受 不同的 那么 好 不好 苦跟热 好跟不好 那么 漂不漂亮 胜跟烈 我这开始就生起这个 那么对我也是一样 那么他比我好 他比我不好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从我的角度看 那开始就有所谓的 意志作用 这个是意志作用 意志其实就是 那么坚定的 坚定的心 就这么认为 就这样认为 那么 所以一般他是 他施 这个是行心所里面 行心所是比较复杂的 心所 就是说 一般佛法没有讲到像 像后来论师讲的那么多 没有 讲到一百多个心所 或是讲到三十几个心所 没有讲那么多 他通常就是受想行而已 那多了一个就是触受想行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行心所 以失心所为主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除了受跟想之外的 所有心理作用 心所就是心理作用 我们的情绪作用 那么都在这个 都以失心所为主 那么是因为 失心所有决定的作用 所以他们叫做意志 意志 它是意志作用 那这个是认识作用 认知作用 这个是情感作用 那么 都一样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些作用 就是说 那我们所谓的心所 那这一些心理反应 我们就叫它心理反应 那 因为这个 这个 有这个之后 这个是做决定的 而且 他就是这样想 就是这样做 那么 所以 失忆 想了之后 决定了之后 你要怎么反应 你要怎么反应 对外界的反应 就变成造作 反应之后就造作了 反应之后就变成造作 就造作业 生口 所以叫做动发生口 最后就是动发生口 叫做动发师 审律决定动发 想清楚 然后决定了 然后动发生口 就变成造业 当动发生口的时候 反应过来 就变成生口的反应 就变成造作 那造作的因 是因为这个失 失 是因为这个触受想 你感知到苦的时候 你会怎么反应 你感知到热的时候 你会怎么反应 你闻到香的时候 香是不好的 或是香是好的 那么你会怎么反应 臭是不好的 你怎么反应 就远离 就把它拿去丢掉 这个东西看到 坏掉了 闻一闻坏掉了 吃起来坏掉了 丢掉 很好吃 把它吃完 这个就是 它的反应会不一样 那问题 那因为造作之后 因为造作之后 就有业 那这些业 新造的业 基于过去的业 不断相续造作的 它就会成熟 成熟之后 就会发业润生 就会累积未来的果报 然后又这样 不断循环 不断循环 它在告诉你这一些 所以它重点叫做 无名相应处 应该是这里 无名相应 重点是 无名相应跟名相应 无名相应的处 还是名相应的处 那名相应基本上就是 你不依我见我爱为主的 或是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 我见我爱 不太可能去除 但是你趋向于 你这样观察 你即使现在在观 无我 也是以我见我爱在观的 但是这样观 可以趋向无我 其实是这样 它是顺于解脱的 趋向解脱的 它不一样 所以它就不太容易 在这个地方 在反复 反复成熟 不会 那佛法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 你一切的这种 这种感觉 那么你要远离 对我的执着 因为你越执着我 你的反应就越激烈 你越觉得你自己受苦 或自己快乐 那么你那种追求 练走的心就越强烈 就是说你把重心都放在 我的身上 我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那你把所有的重点 都放在这里 那么你 当你执着那一点的时候 那一点产生变化 那么或者那一点 如你所愿 不如你所愿 那就是你的全部 如果你只在乎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的变化 就会形成你的全部 但是 现在你不要 你不要把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观察 我们这个身心 其实不如我们 所认为的那样子 我们的感受 印象非常的清晰 比如说谁讲我什么话 那么谁给我什么颜色 谁又做什么 过去怎么样 那么这些 即使他静已经不在了 他仍然非常印象鲜明 印象深刻 那么这种深刻的心 基本上都是 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上 让他越来越深刻的 就是说你 比如说今天 他讲我 我听得很难过 可是我忍耐 明天他又讲我 后天他又讲我 那么我这个印象 就越来越深刻 越来越深刻 我受苦的感觉 我在受苦的感受 就越来越强烈 即使今天他不讲我了 那么我看到他 我仍然生起那种感受 那依然 依然有受苦的感觉 那么所以 这一种观念都是基于 受苦的是我 我在受苦 他让我受苦 那基本上这个我见 那么我爱 就是 那么你为什么 我受苦 你会 你会 你会生气或会难过 因为 我爱我 有我爱 所以我不 我不希望我受苦 那么所以 我见 我爱 有我 那么 爱护我 保护我 练着我 那么所以 在他产生 境界现前的时候 无名相应处就是 你带着我见 我爱 在感受这个事 强烈的 我见 我爱 我们说完全不带 我见 我爱 那也不太可能 除了阿罗汉 除了阿罗汉 出国 二国 三国 都还有 只是没有那么强 那么 凡夫就更不用讲 但是我们现在 虽然是凡夫 我们现在是凡夫 没有错 带着我见 我爱 但是 你稀释掉 就是 你不要强烈的 执取 是我在受苦 是他让我受苦 那么我怎么样 我在快乐 你要常常想 如果你执着 某一种快乐 某一种幸福 某一种美满 好 那么你沉醉在里面 那个幸福美满 变样 那个快乐 不再这样快乐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有失落感 然后开始会 慢慢久了 会哀怨 会痛苦 为什么 因为 你执着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不在 所以才会讲 无产故苦 变异故苦 佛法都是这样讲的 但是当你快乐 你感受快乐 没有错 痛苦 你感受痛苦 没有错 你不是说没有苦乐的感受 没有 佛陀也有苦乐的感受 不然他走路走酸 他为什么说 我累了 我要休息 他为什么背痛的时候 阿难要帮他按摩 他没有感受吗 有 有感受 他一样有触受想 触受想 是一样有 所以阿难说阿难 我现在口渴 走到很累 印度又热 你跟我要一些水来 那他不是触受想尸的吗 一样 他一样是 但是 但是 他并不是带着 我见我爱 在做这件事的 那你说 那佛陀给自己喝水 那不是爱自己的身体吗 不是 他这个是夜报神 夜报神 你要随着他 那你不吃饭 他就会更苦 那佛陀也可以早早入涅槃 当然也可以 但是 所以有些阿罗汉 身体太痛了 我不要了 我要先入涅槃了 像木剑年被打到身体太痛了 他也是 我就不要了 这个世间太苦了 我要入涅槃了 但是他不会起烦恼 但是他不是不知苦 他知道 只是 身受 怎么样 心不受 只是这样 那 他并不是没有触 他有触的 他并不是没有受 他有苦受的 他有苦受 有热受的 他是有的 然后 他有想 有失的 不然佛陀受 存头的最后供养 受到存头的最后供养 吃了拉肚子 他就知道 这个东西不能吃 他有没有想 知道啊 他有想 这个东西不能吃了 你不要给其他人吃了 拿去丢掉 拿去 用个洞把它买起来 但是他从此也不再吃了 那也不给别人吃 他就 失了之后 他就决定 告诉这个存头 你这个东西 挖一个洞 把它买起来 不要再给任何人吃到了 他从此就没吃了 就拉肚子 一直拉嘛 你身体很虚弱 他一样有触受想尸 那我们也是有啊 这没办法避免 但是问题不在于触受想尸 问题在 无名相应 就是你带着 强烈的 我见我爱 强烈跟不强烈 就差很多 强烈跟不强烈 就差很多 比如说 如果今天我去国外 听到有人在讲台湾人的坏话 我就会有一点强烈的心 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虽然你不是讲我 你说 台湾人 台湾人都不守规矩 我就会跟他讲 台湾人也有守规矩的啊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 是不是 那有些人就讲说 比如说 出家人 出家人现在都不懂佛法 出家人也有懂佛法的啊 因为跟我们有相关嘛 比如你曾经做护士 看到护士 在医院被打 你就会骂那个打护士的人 对不对 但是就是 你有那种感同身受 那种触 就是你那一种 那一种都是基于我见我爱 就是 我跟我同类的 跟我一样的 你就会 你就会那种感受 就会比较强啊 感受会比较强 今天 今天你是佛教徒 跟你 你是回教徒 你看见佛教被骂那种心 跟看见回教被骂那种心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有夹杂我见我爱在里面的吗 是哦 那我们很难避免这个 但是 你要减轻 就是说 你不要有那么强烈的 所以就我们讲过 有一个比丘 他跟那个 他跟那个比丘尼的姻缘很好 他只要听到有人骂比丘尼 他就跟他相骂 那个比丘尼跟他也很好 他只要有人 比丘尼只要听到 就是有模不分的比丘尼 跟他很好 那他只要听到有人讲这个比丘的话 那比丘尼就骂他 那那个比丘尼只要听到那个比丘尼 那些人讲比丘尼的话 那些比丘尼的话 他也会骂他 那么就是 他那种直取心就强 比较强 那么我们也一样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佛陀他会这样 佛陀有人赞叹他 他知道 有人诽谤他 他也知道 他不是没有受想事 那么但是 他 诽谤他的 他不会愤怒 赞叹他的 他不会很欢喜 不会 他如果欢喜 不是因为你赞叹我 而是 你赞叹佛 你有功德 我为你欢喜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是这样的 但他如果难过 不是因为你骂我 我难过 不是因为我受害 因为我受伤 那个是我爱的概念 但不是因为你骂了我 让我受苦 不是 你骂佛 你未来会受苦 就是佛陀会叫他不要骂 你不要 像 像瞿家里 毁谤舍利弗 目见人 他并不是因为 他爱舍利弗 目见人 所以叫瞿家里 不要骂 你骂了 你会受苦 而是因为 你这种行为 毁谤阿罗汉 你未来会受苦 我是 我是为你好 跟你讲 不是为我好 你不要再骂我 或是骂我 喜欢的人 他不是这种概念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 我们选择的反应 都是 为我们好 或是 而不是 为你好 而是为我好 就是 比较站在 我见我爱的立场上 来处理事情 这个是根深底固的 这个没有办法说 一下子就改过来 但是我们了解 这个道理之后 慢慢发现到 佛陀说的 你骂我 如果佛陀教的 我们就会先讲 那什么是骂 什么是我 什么是你 你骂我 就三个字 他又有三种官法 对不对 那你是什么 那你又骂什么 那骂又是什么 骂不就是声音的组合吗 那我又是什么 我不就是五韵的组合吗 那你跟我 也都是五韵的组合啊 那你骂我是什么概念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你为什么会骂我 他不就是缘起的吗 有因有缘的吗 那你背后的因缘是什么 今天让你这么生气 你对我生气我知道 但我想的不是 你凭什么可以对我生气 你凭什么可以这样讲 我想的不是这样 我想的是 这个人今天这样生气 是不是 他出来的时候遇见什么事 或是他昨天发生什么事 有因有缘吗 他一定是无名相应的嘛 烦恼相应 这个是烦恼相啊 烦恼相 一样啊 我们这样想啊 触受想尸嘛 那我们就想 他的触是什么 眼耳鼻子的真意 色真相会 他不一定是看到你的触 他也许是过去的触 他发作在你身上而已啊 是不是 就好像你出门 看见那个花瓶 就很生气 就踢了他 把那个花瓶踢倒了 那不是因为 你看到花瓶生气 是因为什么 你刚刚 谁让你生气 你踢这个花瓶 出去而已嘛 那么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想 从缘起的角度去想 佛说有因有缘是间级 有因有缘他生气 有因有缘他起烦恼 有因有缘他照页 好 那因缘是什么 缘起 那我们透过他 来读经 你知道吗 我们透过他来观察缘起 那那个时候你会生气吗 不会嘛 你不会觉得他 你不会觉得他伤害你啊 你觉得 佛说有因有缘是间级 这个就是因 这个就是缘 那我们去探讨他背后的因缘是什么 那有因有缘是间面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消除他这样 然后我们再反观自己 关这个镜再关自己 那我们有时候好像也会这样 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 就生气 可是佛说有因有缘是间级啊 那一定 那像我昨天 也是这样啊 那为什么呢 你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当下那个镜 你就在读一本金刚经 或读一本花花经 读一本普门品啊 真的 那如果没有 你就开始起烦恼了 读的是烦恼经了 那开始就这样啊 那么所以你看 同样一个镜 但你为什么这样反应 为什么那样反应 因为你心的思维不一样 那你要一样跟明相应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看见 哦 原来这个就是烦恼相 这个就是夜相 这个就是无名相 我都不晓得无名长得什么样 哦 我从你身上看到的无名 我从你身上看到烦恼 我从你身上看到 跟尘是何而生处 处去受想失 失之后动发生口 造生口异业 起贪生吃 就这样啊 那它不是 如果你把它这种行为 语言翻译成一个次第 它就是一本经啊 不然呢 你仔细想哦 是不是这样 真的 那如果每次发生这种事情 你都在想缘起的事 就在想无常的事 都在想无我的事 你会生气吗 你也有苦受热受 但这种苦受热受 已经不是跟我见我爱 结合的苦受热受了 是不是 或者甚至你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 不去 你根本就没有去想 它是苦跟热 不会去想它是苦跟热 你有受 但跟苦乐没关系了 是不是 因为你不会去感受它嘛 那个即使有它也不强 你也知道有人在骂而已 像以前 以前我刚去福原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师父真华长老 那个河南枪 他讲那个 我根本就听不懂 他讲什么 然后他看到我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我乙不太好 然后又有一点点 跟世间的人格格不入 反正就是我的反应 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他看到我 因为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又坐在前面 因为他是按身高做的 我坐在前面第二排 第二排 第二排 第二排的样子 然后他那个时候 他做了很多歌 很多那种 八项成道歌 然后忍耐歌 我们去 我们以前常常要唱歌的 福原诵 我记得有一堂课 他就这样 他就唱着很高兴 可是我都不知道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因为我也不会唱 我就没有唱 他看见我没有唱就很生气 一直骂我 但是我觉得 这个院长怎么这么生气 在生气做什么 然后他就指着我 叫我起来 起来我都听得懂 起来我听不懂 然后就一直骂 一直骂 那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只知道他很生气 我也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 然后他 后来我知道 后来我知道 他是叫我要开口唱 可是我听不懂 我没有开口唱 他看我又不唱 他更生气 那我听他更生气 我说这个人这么生气 是不是看我 看我怎么样 我就跟他微笑 他更生气 可是 如果我听得懂 如果我听得懂 生 如果我听得懂 那么我就有不同的感受了 对不对 那因为我听不懂 我只看到 他这么生气 我就纯观赏的角度来看 他怎么这么生气 在想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透过意识分别之后 把我见我爱嫁进去之后 那个反应就不一样 那个造业的强度 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佛陀 佛陀跟这些阿罗汉 那么他们不是没有人伤害他 有很多 舍利弗 穆建联有专门伤害他的人 佛陀有专门伤害他的人 而且很多 很多沙门 婆那门 常常来找佛陀挑战 污蔑佛陀 毁谤佛陀 有一个孙陀利 还故意钻着这个肚子 那么说是佛陀的种 另外有一个票陀螺 还是有一个比丘专门 在管那个库房的 然后他 他是生的执事 他不是管库房 他是生的执事 安排 安排谁去应供应供这样 那有一个比丘 每次安排到都是去穷人家应供 所以他就觉得 是这个比丘 故意找我麻烦 那么让我去那个穷人家应供 那个国王家 是大副长者的家 都派别人去 都派我去 因为他这个要造借辣的 但是他 他联系三次都去那个穷人家 穷人家吃的比较不好 他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是故意他捣乱我的 所以他就跟一个比丘尼说 你去跟佛陀说 那个比丘 跟我有非犯认 怎么可以这样污被人呢 你要不去讲 我以后就不再跟你讲话了 你看 那个比丘尼后来去讲 也有人毁谤 那个是阿罗汉 也有人毁谤 你不要以为 佛陀就没有人毁谤 佛陀就没有人要对他不利 有阿 有时候我们遭遇的境界 都没有佛陀那么强 真的 那是我们总会觉得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受苦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怜 但是 没有人受像我这么苦的 没有人像我这么可怜的 大家都这样讲 比起来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比较可怜 最可怜的就是 无知 无知 然后不知道怎么脱离 这种状态 因为你一直在 我见我爱相印象 所以 你不了解 所以 不知苦之本济 你没有办法脱离苦 那 佛陀告诉你 你的苦从哪里来 就这样来 所以你每次 每次发生境界的时候 不管是想到未来 与现在什么境界 想到过去 那么这一些 你都好好去想 从缘起的角度想 从无常的角度想 从无我的角度想 那么 我觉得 我是什么 觉得又是什么 是不是 觉得就这个啊 什么叫见闻觉知啊 是不是 那这些怎么来的 它是实有的吗 它怎么来的 都是 是 面对这一些 那么过去就是义跟法嘛 过去就是义跟法 那义是什么 相续的心嘛 你直持相续的这种观念 那么 它就形成一种 一种 那个心是 是 见到了 然后你直持了 它就变成义嘛 相续 相续一直存在 所以它才会记得 那个概念啊 你过去的心 现在相续上了 它才有啊 那你如果已经忘记了 都想不起来了 你骂过我 但是我已经把这件事情 我都不晓得有这件事 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啊 我都不晓得有那一件事啊 它一直跟我道歉 因为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啊 对不对 它一直跟我感恩 我也不记得有这件事啊 那你看到它 你会有反应吗 没有情绪吗 没有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 很多情绪 可是别人也没放在心上啊 或是它就算放在心上 那也是它的事啊 问题是 两个相应了 那两个就会形成一种什么 你放在心上 就有你自己的业 这种业叫做烦恼业 它会增长生死 增长诸根 那你又跟它相应 你念它 它念你 大师是菩萨讲的嘛 一样的 一样是一样的哦 如母念子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如子亦母 子若亦母 如母亦子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好 你把这个母跟子 我跟你就好了 我恨你就像你恨我一样 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 一样嘛 我爱你你爱我 我恨你你爱 你恨我嘛 我讨厌你你讨厌我嘛 那么 我讨厌你跟你讨厌我是一样的 不管谁多一点少一点 差不多差不多 你那么恨我 我也相恨你 母子立身 不相为远 我跟你 我跟你 会一直 会一直嘛 会 下一辈子一定会再相见 你不要以为人走了就不相见 人会在一起 见面 生活在一起 那么 或是见面在一起 那么彼此有折磨 彼此有伤害 彼此有帮助 彼此让彼此幸福 都是来自于 共业 那别业不同 你可能受苦多一点 你可能受幸福多一点 那 所以 只若恋母 母若 只若一母 如母一子 我若恨你 像你恨我一样 那糟糕了 以后我跟你 没完没了 我做老鼠 你会做猫 我做老虎 我做老虎 你会做羊 有时候你追我 有时候我追你 那追来追去 没完没了 所以最好的就是怎么样 你恨我 我不恨你 你爱我 我不爱你 那么 我怜悯你 我利益你 这是应该的 但是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 你有你的因缘 我不跟你产生共业 共业中有别业啊 对不对 我们脱离出来啊 但是 我跟你一样有业 没有错 但是 因为 你恨我 我不恨你 所以 你让我受苦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受苦 但是因为 我的心不在那里 所以我受苦的就比较少 而且很快就过去了 我还是会因为你受苦 但是 如果我不执着 因为我这一次对你就不执着 所以我来一次对你 也不会多执着 真的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这一次对你就很执着 那么我来一次一样对你执着 那么你伤害我的时候 就会加重那个执着 那么 你爱我的时候 会加重那个贪恋 那就这样 叫做残服 做残自敷 那个残又不是 又残又不是那个丝而已 那个叫做钢丝 那你就很麻烦 所以聪明一点 这个是我从佛法慢慢体会到的 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赞到我们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伤害我们 也不是 那么所以 佛陀也一样 所以 不要让烦恼 长相左右 我们从内在不断涌出的都是烦恼 贪嗔痴 现在不要 现在涌出的都是界定位 一遇件事情 如果起了烦恼 有苦受 起烦恼 先想 这个畜受 想失 那这里是畜 还是受 还是想 还是失 那畜是根成事 那根 我是见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或是我想到过去的什么 那么我是怎么想的 这样想 佛说 佛说 这个苦 都是从畜受 想失 爱取有 有就有生老便死 有被苦恼 那苦都是由无名相应 那我是跟什么样的无名相应 无名有很多种 那根本的无名就是我见 去生我见 过去带来的 那么过去我没有学到这么好 所以我不知道 现在我已经学了 我不再像过去一样了 我已经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 本来就没有 但是有一个相续 我们叫做缘起相续和和的我 缘起相续和和的我 那么有应有缘事件 你那个相续 你会做人一定有善法 你会学佛 一定有佛法 只是我们跟烦恼相应 跟六道轮回相应 没有跟佛法相应而已 但是你过去 你把你过去学起的佛法 因为你现在会这么乐中学佛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过去生也可能加色佛时代 你就发心了 就像释迦摩尼佛 这一生会在这里成佛 他并不是这一生 才在菩提柱下想这些东西而已 他在加色佛时代 大圣说是在燃灯佛时代 他就这样做了 他相续而已 他把那个禁业 无肉业 无我的思维 无常的思维 缘起的思维 相续 让他成熟而已 那我们也有 因为人就有善恶业 那佛教徒一定有多一个无肉业 无肉相应的 他不是无肉 但是他无肉相应的 像出国 恶国 三国 他为什么一定可以得解脱 因为他的无肉有力量 他的无肉业有力量 他会相续 他肯定会相续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让我们的善跟无肉业相续 让我们的恶跟烦恼不相续 那你怎么样相续 你平常遇到禁见 你想什么那个就开始相续了 心相续 业相续 缘就相续 此心此业此缘嘛 所以你每次遇到禁见 会起烦恼 会痛苦 你先想 佛说苦受 你慢慢去理解这个东西 那个法已经不是法了 那个法就是你的心了 那我们平常 法是法 心是心 法是法 心是心 法是嘴巴念的 不是心里知道的 心里只是知道那个法相而已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法就是你的心里的法 心里的想法 这是你心里的触受想识哦 那么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不用很久 真的不用很久 你就会发现到自己 面对世间反应不一样 看待世间的角度不一样 真的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每天都在读经 每天都在文师修啦 每天都在修行 这个叫做老实修行 好 我们先下课 谢谢你